在愛情的世界裡 不被愛的那個 才是第三者 身材臉蛋飄損味 朱星儀輪接葉佩文維生 朱星儀憑著 犀利人妻裡的小三爆紅 一舉拿下金鐘獎最佳女配角 當時事業正在起步的她 代求嫁給賈靜雯的弟弟魏希里 只是生完小孩後 哎呦 整個變大媽 工作一路走下坡 可是非凡 我回不去了 不只你回不去 徐朱星儀也回不去了啦 據說她產後對劇本挑三拣四 不演老媽 不拍親密戲 工作時數不能太長 讓多位製作人抱怨 身材臉蛋已經有省畏 又想兼顧玉女形象 這麼挑的結果 今年的作品 只有滾石愛情故事 愛的代價 為了賺兩個小孩的奶粉錢 她只好狂接葉佩文 光是11月上半月 她就接了4篇 聽說一篇酬勞約5萬元 近賺20萬元 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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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嗎?報答